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次展览上一些来自一个古老而神秘国度中山国的文物 让众多参观者都十分好奇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大门 带着朦胧色彩的千古探秘考古语发现的标题 仿佛将人们带进了考古的神秘世界 展厅里陶器 青铜器 金银器等众多文物 都是历年考古发现的成果 这些文物都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段古老的历史 首都博物馆的王武育副馆长告诉我们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就是为了让考古这门陌生的科学 为更多的老百姓所了解 基本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众多的文物来介绍什么是考古 考古有哪些内容 这些考古发现的那些珍贵的文物又解决了哪些问题 主要是让关心我们这些文化的 喜欢这些文物的观众走到我们博物馆来 作为一个考古知识的一个普及的介绍 这个展览这是我们的宗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众多文物 许多参观者都对这几件文物充满了兴趣 您看做工精致的挫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虎式陆器平风底座 如此精巧发美 可见虎式工匠的技艺十分高超 还有这件巨大的山字形青铜器 它也十分独特 它的整体就像汉字中的山字 它通高1.19米 重达50多公斤 许多参观者都对这些文物很感兴趣 王馆长告诉我们 这几件风格独特的文物都出自中山墓 这个墓葬的发现 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 这次考古发现 让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神秘历史古国中山国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974年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乡农民在大规模平整农田 农民们不断到附近的山丘上取土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经常会在山丘上挖到大块的瓦 这些瓦成桶状 体积都很大 与平时老百姓家里盖房子的瓦有很大差别 这一现象引起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 经过考古人员鉴定发现 被挖出来的瓦竟然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瓦 难道这里真的有古墓 考古人员决定对此地展开勘探工作 以便进行发掘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要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三级乡的一个村民赶紧来找考古工作人员 他一定要拉考古人员去自己家里看一件奇怪的东西 原来这个村民曾经在地里挖出了一块大石头 这块石头表面十分光滑 一面还写有奇怪的字 然而这些字却谁都不认识 经过古文字学家的考证 发现这些类似密码的古文字 竟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 记载了战国史一个叫龚圣德 和一个叫旧江曼的人的一段自我介绍 他们记述了自己曾经为先王看守原用 为他捕鱼 现在又为他看守陵墓 原来这是两千多年前两个守墓人刻下的文字 石头上的文字被破译了 考古人员坚信 这里一定有战国时期的墓葬 那么这里到底埋藏着哪一个神秘国度呢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国 根据当地宪制记载 三级村里的中山古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最后一座都城 曾作为都城长达八十多年 中山国在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 它是春秋时期仙渝市建立的国家 最初称为仙渝 后来改称中山国 公元前414年 中山武功率领他的子民向东部平原迁徙 把都城定在诸侯国势力薄弱的地带 但是这个弱小的国家 却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 称为魏的蜀国 国破家网 逃避到大山之中的皇宫 并没有放弃复国的希望 经过二十多年的抗争 历经图治 复兴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形势 公元前296年 随着国历日衰 中山国最终陷落 一代强国至此宣告灭亡 长久以来 中山国留给人们的印象 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文字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乡 发现的这些土堆下 会不会埋藏着两千多年前的古国呢 考古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也许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国家 就要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 很快考古人员开始了发掘工作 从墓葬的规格判断 这应该是国君的墓葬 然而让人感到沮丧的是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 工作人员发现 墓葬曾经被严重盗掘过 墓中的文物 几乎被盗掘一空 失望之余 现场工作人员偶然的一次失足 却为人们采出了新的希望 一块不起眼的铜板 在墓葬中被发现 看着上面独特的符号 和天书一样的文字 谁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一块铜板 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呢 这一块银子 铺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